这里是有趣有用 干货多的大Vlog 今天我们来到了加拿大人口第六多的城市 密歇沙加 我会带大家边逛边看Square One周边的热门楼盘 并且从教育 环境 交通 饮食 四个方面带您深度的体验和评测一下这里的居住环境 并且在最后呢 我会分别给出我的大V评分 那么在Square One周边地区 大V我最看好的都有哪些楼盘呢 想看周边餐馆推荐和美食评测的朋友们 也一定要留到节目的最后哟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出发吧 Vicky姐 你知道密歇沙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其实这个名字是由土著语翻译过来的 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只有很多河口的河 密歇沙加整个城市从历史上来说都是沿河而建的 迄今为止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河水的流通不仅吸引了丰富的人口 也让密歇沙加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现在的密室由周边大大小小共13个城镇组成 人口的构成也十分多样化 是多伦多地区最古老 也是文化最丰富的城市之一 哦 是这样子啊 诶 乌娜 那说到密歇沙加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嗯 机场吧 毕竟是回国的毕竟之路嘛 嗯 还有多大 对对对的 不过这里呢 除了这些还连接着各路交通线 比如市中心的Transit Hub 是这个城市最最繁忙的交通枢纽 Go Train啊 以及蔚来轻轨LRT 都在这里通车 还有这里的生活设施 以及赤河网乐等 也是一命俱全 一会儿呢 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密西最核心的地区 密西的市中心吧 太好了 今天可有的逛了 好了 我们终于到了 这里就是沃虎藏中的密西市中心 这边周边呢 有300多家餐馆 电影院 还有活动中心 以及呢 华人最喜欢的大等化超市 都在步行范围之内 哇 好方便啊 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市中心的Transit Hub 这里是密西新藏一般的交通中转站 旁边呢 就是本地的公交系统My Transit 对面是可以去到GTA其他各个城市的Go Transit车站 这里呢 是著名的安省购物小天堂Square One 市政府啊 庆典广场等大型的城市地标也都全部集中和 分布在这里附近 那么周边楼盘的购房啊 还有租房的潜力都特别的优秀 你看这就是Sherindon College 它可是动画界的哈佛 它的动画专业在全球排名第一 第一耶 但不是比全球排名第18的多伦多大学还要厉害 那也不能那么说 多伦多大学先后也培养了10位洛贝尔获奖者 还有5位总领呢 那Wiki姐 如果是在多大上学的话 这里的交通方便吗 也很方便啊 就在对面川西的哈佛所110路就可以直达多大分校了 那真的是好方便啊 几个朋友合租也很合适 对啊 这里可以说是最佳的学生住房区了 好吃好玩的也很多 诶 那这位有没有比较好的小学或者高中啊 有啊 而且还有很多呢 这里可以说是全学龄校区呢 整个市中心区域就有三所私立中学和八所的专科学院 还有一所私立小学呢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给你提供具体的相关信息 听了这么多 现在赶紧给出我们的大V评分吧 这里呢 有这么多的知名学校 教育资源如此丰富的密西沙家市中心 那我的评分是4个V 一出Square One呢 我们就来到今年最热门的楼盘之一 Exchange District的第三期的楼盘现场了 Ex3是Exchange District的社区计划建造的最后一栋住宅楼 也是最高的一栋楼 这是一个66层高黑白衣相间的巨型旋转盒子 那么在建成之后呢 它将坐落在Square One的南边 俯瞰整个密室最繁华的街区 从这里呢 开车5分钟可以到Highway 10分钟呢 到Pierson机场 20分钟到达市中心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开发商跟我们说呢 等这个楼盘修好之后 会有一条通往LRT站点的进道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细节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视频哦 过个马路就可以到达Square One的购物中心 这里是加拿大第二大的购物中心 有220万平方尺的零售面积 360多个商店 每年都会吸引大约2500万的消费者 从这里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Cooksville Go Station 以及新的LRT站 这条LRT线有20多公里长 22个站点 预计在2024年完工 旁边占地20英亩的新的中央公园 以及72英亩的湖冰复兴计划 都在积极地进行当中 从人口的增长来看 目前密西沙加有70多万人口 预计在2041年会增加27%的人口 到时候会有超过百万的人居住在密西沙加 而且这里还有超过70家 世界500强公司的区域总部 到2031年底 预计会有超过50万的工作机会 这些都会推动密西沙加房地产的发展 这些年密西沙加的房地产市场 也一直非常的活跃 在2021年这里有着不到8%的空置率 平均租金的涨幅也有11% 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新楼盘M City 这个楼盘它离大董华超市非常的近 也非常适合在附近上班和上学的人们 它很用心的在设计上结合了百里门的工作需求 在楼内开设了大面积的合作工作室和多功能室 以及呢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智能家居 住户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满足休闲 工作社交三位一体的工作需求 在M City这个楼盘的对面就是纪念开盘的另一个项目 Voya Condo 这次开的是一个双子楼 它面对的是一座很大的公园 如果你不想离市区太远 又喜欢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绿地和树林这种自然风光的话 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个楼盘 好了说了这么多 现在快会给出我们的大V评分吧 嗯这个位置呢离LRT站点近在咫尺 而且还覆盖了商业街超市 那么周边的教育资源的质量也是非常的高 那么对于它的交通来讲的话呢 我的评分是4个V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密西沙家周边的环境 看看它是不是适合居住吧 太好了 我们出发吧 哇 这种环境也太好了吧 对啊 这边就好像一个天然大洋巴一样 真舒服 诶 维希姐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么多次LRT轻轨 但它在整个多伦多的交通系统中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LRT可厉害了 它可是近几年来全安省最重要的城市规划项目了 其实我们今天提到的LRT 只是其中的一段 叫做Hero Ontario LRT 它是从Brampton一直连到密室南端的Pod Credit港口 途中经过三个Goal Station 而且跟好多条通往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共交通道路是连着的 还可以充电换车坐Go Train直达去Dumtown 哇 那真的好方便啊 就算是外国人也可以直接想吃点就去哪了 说到这个你知道吗 其实密西沙加市中心的居民有62%都是外国移民的 真的吗 有这么多 而且密西沙加市中心公寓的租金在过去三年 已经连续上涨了11%呢 就拿近三个月的房租来说吧 一室和两室的租金平均在1750到2000刀左右 销售价格也更是上涨了30%多呢 真的是寸土寸金啊 但是那种这么舒服的居住环境 上班上学还这么方便 这个价格也是物有所值了 话说回来 这里有这么多适合居住的自然环境 没错 对于湖边和Dumtown也都很近 但却保持一段距离 所以呢 对于密西沙加的自然环境 我的评分是三个月 接下来终于到了大家最期待的饮食部分 民以食为天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密西沙加的饮食和餐厅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呢 终于可以吃饭了 让我们快走吧 好啊 好饿呀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距离Square One 步行只要8分钟的一家 在网上评分很高的意大利餐厅 埃里奥里 那无论是同事聚餐还是朋友小区 都非常的适合 这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家庭餐厅 已经在最繁华的市中心 经营了快20年了 在谷歌上也收获了1000多条评价 和4.5分的高分 用餐环境呢 也是优雅和经典的结合 菜品多样 还特别推出了低卡路里菜品的选择 Vicky姐 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点了哪些菜呢 好 我们今天点了不少东西 这个是他们家最有名的一个 Eppetizer 是一个海鲜拼盘 这个是他们家被点的 频率最高的一个pasta 这个是今天大厨推荐的一个海鲜的主菜 然后这两个也是他们家点的 频率比较高的 一个是鸡肉 一个是牛肉 他们家这个海鲜意面特别的好吃 我每次来都点 来 你也来尝尝 这个鱼好好吃 如果你以后就住在附近 有机会的话 可以叫上同事和朋友 在周五或者周六的晚上来到这里 伴着城市傍晚的霓虹灯光 边看着现场表演 边小折弹心吧 好了 那这一期的大Vlog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和收藏哟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聊天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大V 我是乌娜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